《西城说事2》 沈西城 林康正 李论进 天下大事 香港日事 昔日往事 第三节的《西城说事》 说这个人呢 你是小花又不是中花又不是老花 你就不懂了 李我有没有听过 其实真的没有 李我叔 我们录音的时候就是星期四 我这个节目就是明晚播 但我今天就是星期四 公足李我叔叔 藏如松柏 长寿不老 今年老人家 九十九岁 现在呢 在这个老人院 过到余年 有她的太太萧湘女士陪着她 她还能吃 讲得下话 九十九岁 当然记性就差了 她在一九百多年 三十年前 我就认识她 那时候李我叔 我六十几岁 还很精灵 很风趣 我们聊天 有很多故事告诉我们的 我问她 李我叔叔最厉害 什么呢 不是拍电影 是在那个收音机那里 讲广播剧 她的广播剧呢 就是一个人扮演几种声音 男啊 女啊 老啊 幼啊 甚至用口来配音 她说什么呢 天空伦理小说 就是说悲情 就是一个女人 很衰不衰嫁 嫁给花花大少少花 这个小花认真衰仔 不争气 念花野草 不是的 把家里的家产全都败出 败出了 败出了 还跑掉 于是这个女人 含心如虎养大她的子女 她老公走那天 抱着她的子女去追她 哇 我被狂风暴雨 还响起来 那个男人走她追 跌倒 不特意 还被一架车撞到 几乎撞死她 去了医院 救回 于是乎 咕咕咕咕着脚 去做工厂打工 养大的儿子 这个儿子有DNA遗传 似乎她的父亲 老花 比如小花 又是败家的 后来又是高超 飞仔 如明 飞仔 整天只想追女孩子 不俗书 好勇斗狠 打架 打架 打伤人 弄到她的妈妈要哭 跪在法官面前求情 种种悲惨 真是她的女人身上 家庭 伦理 悲剧 那时候人们很喜欢听 我外婆 姐姐 工人 工厂妹 每个都听 听到手跟仔 尤其我们家的轻姐 是这样的 因为那个年代本身都比较不富庶 听到一些比他们更惨的 就会有共鸣 就比梁天来苦 比金叶谷 这些故事我听到 你和我都很厉害 我说 你和我叔叔 一说 说几十集 想敌过不去 就想过大佬 去到就说 没有预告 他一直说 寄下 出书 这么厉害 没有预作 即是他不是写完 是跟着去 即是 我刚才讲的故事 他就立即说 没有说 重演 打开你头 一进去 闪到热灯 就照着 集中精神 喝杯茶 拿去油盒 你和我叔叔就会说 说到拍台拍灯 演戏 全都演戏 自己也投入去 说到外面有红灯细 说到这里 小花突然想到一件事 什么东西呢 够足 明天继续说给各位观众听 最厉害 我都学到 所以我都懂得这些 就是这些学回来 没有得教 好过教授教你 他是这样的 他自己在那里做戏 你看他做戏很过人 他每一个故事都没有写过 去到就说是个大哥 今天说冷月残云 那四个字 冷月残云 为什么呢 故事的名字 你想知道就继续听下去 今天呢 明天说完这个 阿花全奇 明天说冷月残云 他自己的味道冷月残云 要过分 先说个故事的名字 到时才来 天才 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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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看到别人做节目 很好笑 演唱会 我们真的每次都没有演唱会 有些人很紧张 我跟别人做节目 他就试试 神大公 为什么 避免了训练 这样说 一会这样问 这样做不到 很外板的 大哥 不用 不是的 我们要这样跟着 要这么很紧张 后天做了 今晚已经打电话 你跟他说不要吵嗦 大哥 我现在跑马大哥 你不要搞我 很多的 尤其是那些女人 很紧张 好了 搞了这个节目 是不好看的 白眼 那我们多少 受到李我叔 和邓纪辰 陈叔叔的影响 不用准备的 不是的 我自己要的 因为 沈大哥 你本身是的 经历比较多 认识很多人 听了很多不同故事 那我这些 我真的要温书 你呢 那时候 跟长哥拍档的人 就跟不上 唯一叫陈叔 你知道吗 他就是这样说 你接不到 他会发脾气 是啊 所以真的要温书 他走了 大老官走了 那你不认识了 不认识了 是 所以我很怕 跟他做节目 跟那些女生 很紧张 要倒下 他说 那45分钟 那要不认识 那么浪费时间 我们打麻将 更好 不是的 我要的 你以后不用了 小花人 不要小看自己 我要的 我真的要 冷月残魂 他想去说 以后 坐下 今天呢 昨天说完 那个阿花传奇 那阿花现在怎样呢 我找到他 我问阿花 再将他的故事 向各位听众说 嗯 今天你讲的新故事 叫冷月残魂 什么叫冷月 是陰陰的月亮 真是凄惨 残魂 你没想到鬼 就是说 人 已经没有了灵魂 已经被人折磨到 很惨 很悲惨 几乎想死 这个故事 就发生在 中国某一个小城市 一副人家 这副人家 有一对夫妇 有两个女儿 嗯 一个呢 花容月貌 啊 陈如乐 一个呢 样貌平平 花容月貌 那个呢 就很嬌重 因为此领就行空 让貌平平 心地善良 但不为人之所起 那已经出了 我们也可以的 有文章 然后有一个场景 他就是这样 那我们为何懂呢 听得多 嗯 那时候我读书呢 读小学 先生见我说鼓 我学了一顿技术 你我你照顾 知道吗 加些东西 就是这样 那就是训练出来 嗯 你现在去读什么班 读什么班 其实我觉得没什么用 没什么用 那每个都训练出来 不是每个周星馳 周星馳 不是 他考训练班 不合格的 如果那个人本身 他的想法 他的想法 他都比较自由些 嗯 再加上一些精细点的教学 是 你听我讲 一定有天分 嗯 后天的教导 上得亦章 是 如果你角下 是板板六十四的 后天怎么教都没用 之所以呢 一代妖姬 白光觉得好 天分是最重要的 知道吗 唱歌跳舞也是 你没有天分 你没有天分 后天教你五十分 你不会一百分 你有天分 后天教你九十分 九十分 九十五分 是天分 你没有天分 平平无期 知道吗 做不到 你努力都可以做到的 不好看而已 可以做到的 他有神来之不利 就等于周星馳 跟吴曼达 他有神来之不 你想不到 你做不好看 是吧 因为他常常重播 有时候都在想 吴曼达和周星馳有些对白 是计算好 还是怎样的 没有的 你听我周聪 就不行 周瓣 江汉那些 是吧 对吗 好像张仪 你知道有个明星叫张仪 木头 有些真是好事 他一来就行了 你真的不到你不信 梁晴波 黄龙烏 烏龙烏 丹花头大雪茄 冲山就影响你 他就行 你不行 但其实如果那些要NG 再重复一次 会不会做不回 会的 还要NG 就是不用 一通常不用 我都不NG 来不回就死 来回就用回 不是啊 有意外的 譬如突然间 我忘了拍摄机 那就是第四 那时候是长过去走 肯定会被人合身 忘了入菲林 你瘋了 但是如果 你好了 都用回第一个剔 通常就是一个 这些人 是有天分 我再说 梁朝威 去拍摄《色戒》 李安导演 棋会之前 王力云 先过他出镜 拍 在楼梯走下来 拍了二十多三十次 李安勉强接服 这个王力云 好人 我一看到梁朝威 Tony 小心 这个导演 很麻烦 我昨天 走到楼梯下二十多次 张女 Tony OK 拍了 OK Action Camera Action 一踢 OK 分别在 是 所以王力云不紅 外制 嘉欣妹妹也漂亮 但是她没有那些天分 知道吗 王力云很英俊 但是你又不灵活 她一踢 就告诉她 是有天分 是有天分 你知道吗 你没有天分 真的没办法 没有人帮到你 你我叔 天才横日 得把口 回到盆盆盆盆 厉害 真的厉害 一世纪 她生活了一世纪 当年有两个 一个就是她 一个就是她 一个就是邓记辰 很多很僑恨 都跟他们喝过茶 吃过饭 听到他们的教会 学一些 都可以在这个网堂里 说一下 其实我不懂 我完全记得 他们两位老前辈的作风 照一半 当然学到屁 没有 两成都学不到 我想 真的 两成都不知道有没有 其实一些这么旧的 比如那些天空剧 我不是听沈大哥 你告诉我 我不会知道是有女 我知道有这件事 但我不会听过 自己弄声 对 自己弄声 邓记辰更厉害 他在邓记辰的天空小说 是滑溪 个人 那些 你我都的悲情 女性观众特别多 但是他一定休成 因为收响多数是女人 男人哪里听 知道吗 多数是女人 所以你我叔 是很厉害 他从广州 港到澳门 澳门到香港 所以他省港澳 第一名 省港澳 李我 他又拍戏 他又懂得唱大戏 所以懂得唱大戏 那些 他就变声 指后平后 你没有做过 乐剧 你不懂得指后 变平后 变指后 他们就特别 所以假扮女人 假扮女人 所以现在 譬如我当好普通的电视 一些外语片 配音 也好 以前那些是好听一点的 慢慢的 这一行好像 完全不同了 但是懂得懂 是 那说真据 真是甘不如色 以前的大佬官 每个人都有绝交的 你知道吗 你是不够他捏的 现在 周星馳 再下去 做喜剧 没什么人 香港真的没什么人做喜剧 你找过 你说有谁接班 没有 就算年轻一点 会看的 可能是 突然没有名字 什么意思 即是没有名字 低俗喜剧 突然叫什么名字 杜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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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汶和谁 暴龙哥 突然没有名字 但是比起来 是不同的 真是惨 所以我们现在香港的电影 就很难起来 没有人 没有演员 知道吗 没有人 没有人才 真是以前80年代 真是一流 八九神 真是九八神 人才背出 我又觉得不是的 因为譬如 新世代 再去看回 现在的喜剧 他们再大了 像我们这些年纪 他们都会觉得 那样东西好像 没落了 但是对于我们 现在那样东西 是没落了 不是没落的 是时代转变的 下星期说 不要说好东西 说完才行 要留下一些 下次没东西 下次就是康正和你 或者他又没有空 拜拜 下星期不拜拜 这个混蛋 你这个混蛋